跑的时候开了立马就出来就凉风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就是你开一天它有一点点凉风都没有 出风口一点都没有 就相当于风扇 王师傅住在萧山兴堂街道西许村一间出租房里 采访时室内机已经开了十几分钟 室外机没有一点动静 看来空调真的出了问题 这时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 机身上的英文乍看有点眼熟 但仔细瞧 请教了雅思7.0水平的同事 也不知道该怎么念 大家可以和熟悉的松下电器英文名字对比一下 机身上没有品牌的中文名称 再看室内机的标签 上面写着广州松下科技有限公司 下是一个多音字 可以念下也可以念煞 从这台空调的英文和松下电器的英文 是有点像这一点来看 王师傅觉得厂家名称这里估计是念下 这个英文字母聘写是不一样的 你当初买不注意过吗 原先我不懂不知道 认为是松下 但这个松下跟那松下完全两样不一样 你当时在网上你有没有去查过 松下的空调是多少价格 没有没有查过 王师傅说这台空调是去年夏天买的 因为他删过手机数据 当初的转账记录找不到了 买空调的手据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又修空调又收空调 然后他走上去买 他说是松下 我说和松下也可以 这个下字是厦门的下 他没这么说 没这么说 他就说松下也是品牌 他只是这么说 但是我想要松下视频 但是当时没想到下门那下 当时这台空调价格是多少 他说1600 王师傅说空调是一个星期前出现问题的 他联系过卖空调的老板 也打过空调外包装箱上这个客服电话 后来还加了一位厂家客服的微信 可维修人员一直没有上门 内机出风是出风的 但是没一点 智能效果一点都没有 就像风扇 开不久以后都不智能吗 就是开一天他也不会智能 联系过 联系过但是他就让我打厂家电话 打那个厂家电话又没有用 没有这么快 你刚报修的师傅不可能今天晚上就有空去的 师傅上门之前他会提前联系你 你到这个师傅预约上门时间就可以了 记者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查了一下 已经搜不到广州松下科技有限公司的信息 在拨打厂家的全国客服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又用王师傅的手机给那位厂家客服打微信电话 同样没有回应 因为王师傅删过手机里的数据 他和卖空调的那位老板的大多数微信聊天记录都看不到了 微信也已经被对方拉黑 按照王师傅提供的手机号码 记者给那位卖空调的老板打了电话 王师傅又带着记者找到当初他买空调的店铺 在萧山新堂街道西许村的一条小巷里 看店的男子和记者聊了几句 这个大夫说之前在你这买空调 不是咱们这买的是吧 不是因为我打另外一个电话 可能他说是你哥 然后你哥说不是跟他买的 然后我不知道 他自己买的他自己不知道 他哥俩关系 然后刚才我见的那人是谁 这是他弟弟 负责什么呢 他负责他两个人一起的又装又弄到他俩一起的 他估计这边销售的多了 然后就不在这边了 这边应该卖的不少 卖空调是哥哥卖给你还是弟弟卖给你 他哥哥卖的 然后他俩一起然后去过装的 那现在这事你希望怎么办呢 我希望怎么呢 就是要么过去修好 要么就找入这个厂家 联系不上空调厂家又找不到卖空调的那位老板 王师傅也很无奈 打算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